《作词》 过去古人看边有一句话 叫:"您看十成人 不看一小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心来说它比较细致 它比较身在 就是有很多内心的东西 但如果你要作为一个大夫来说 我们作为长辈 作为朋友 作为私生关系也好 儿女关系也好 一块聊聊这些事 我觉得大家都能舒畅 把我们个人的生活经验 社会经验 工作经验 大家交流交流 我觉得就能够输出心 所以我经常跟病人聊天说 都要问问他家里有什么事了 帮他找找原因 找完原因还要帮他协调协调 这样的话他心里头就宽敞以后 他月经就好了 比药物的作用还好 所以有些人我跟他谈完以后 牛大夫你说的这个话 别给我吃药了 要紧 所以有些这些事 我们做医生要多花点时间 尤其我们做中医的 多给女同志像交朋友那样 把他的内心挖出来 肝就合了 肝气就好了 肝有两个作用 一个作用就是长血 第二个就是能够理气 就是输肝有输泻作用 你给他把这个肝气 把心情一调顺了 完了呢 他的血就好了 他就储藏血了 血一足 他整个运行就好了 月经就好了 经常我们看到 包括就是不生孩子的人 不生孩子的人 你看起来他是 好像月经的事 什么不排卵的事 你跟他一调 一讲讲 夫妻关系 讲讲各种方法 当然要具体地知道 他心情一舒畅 很快就怀孕了 我曾经用过很多的人 我有些有个学人 给我介绍 他这个同学不生孩子 我一问以后 他根本没病 他全是一些误解 我给他一讲以后 方子都没开 我说你回去 两个也就怀上 所以这些东西 对于女同志来说 这个心病还挺重的 所以作为我们医生来说 说实在的 第一个首先是帮助病人 第二个就是安慰病人 第三就是治愈病人 治疗病人 首先我们就是安慰病人 帮助病人 找到原因以后 就这月经非常复杂 你知道在这 如果我要说的话 能跟你讲出很多故事来 为什么 这月经表面上看起来 在这儿出点血 实际上上至脑袋 我刚才说了 上至头 下至脚 就局部来说 都有很多原因 要细细地问 把它问出来以后 当然不外乎两类 精神上的 心理上的 或另外一个 就是有气质性的 这两个原因 找着以后 如果没有气质性的病 就多跟病人聊一聊 然后给一些苏干里气的药 富克里最常用的药 很快就好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月经病 既复杂 也简单 所以找到原因 所以有月经病的 女性朋友们 一定不要大意 不要说生不了孩子 那时候才去找大夫 可以早点去 是吧 早点去找大夫 帮你看看这个问题在哪儿 该怎么帮助 进行治疗 我觉得月经这个问题 我在这儿多说两句 就是说它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来复杂 实际上复杂 有很多的因素会影响它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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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